邓颖超等人的合影 别看李克农 陈庚比他大 他们都得叫大姐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5年国庆节期间 拍摄地点是北京天安门城楼 照片左起 李克农 张爱萍 邓颖超 陈庚 刘亚楼 这五人当中 有一个大将 那就是陈庚 有三个上将 分别是李克农 张爱萍 刘亚楼 这四位开国将军 都不简单 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中龙凤 然而 他们和邓颖超合影 却谁也不敢站在C位 邓颖超 是我党我军有名的大姐 许多年龄比他大的人 都会亲切地叫他一声大姐 比如毛主席 1893年生人 比如陈毅 1901年生人 等等等等 李克农 是我党我军有名的情报之王 龙潭三杰之一 资历甚老 功劳极大 他是1899年生人 比邓大姐足足大了五岁 然而 他也叫邓颖超 邓大姐 陈庚 是黄埔三杰之一 救过蒋介石的命 救过周总理的命 陈庚兵团 也威名远播 然而 他也叫邓颖超 邓大姐 在邓颖超的面前 他总像个长不大的弟弟 至于刘亚楼和张爱萍 就更不用说了 这二位上将 都是1910年生人 年龄上都比邓大姐小 邓大姐这个美名 不仅仅是因为邓颖超 是周总理的夫人 更是因为邓颖超本人的功劳和魅力 早在1919年 邓颖超就和周总理一起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 1925年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长期领导并参与各种妇女运动 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邓大姐 平易近人 在任何人面前 都毫无架子 真的就像自己家的大姐一样 他待人诚恳 力所能及地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胸襟坦荡 心里无私天地宽 没见他 记过谁的仇 他艰苦朴素 看他所有的照片 几乎就没见过他穿过一次时髦的衣服 邓大姐的个人魅力和高尚品格 征服了身边的许多同志 深受大家的爱戴和尊敬 所以大家都喜欢叫他邓大姐 订阅我 一起聊聊